歡迎來到FINTV 我是認真的阿芬 今天又要來繼續跟大家分享 寶可夢傳說Z.8的推測以及分析了 在上一集的影片當中 我們要和大家一起分析了 在寶可夢傳說Z.8的時空背景 將會是以現實世界當中 1800年代的法國 巴黎作為原型 再開發密阿雷士的計畫 正就是參考了發生在現實世界的巴黎改造 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點擊資訊欄的連結前往觀看 那麼在本集影片正式距離到分享討論以前 我想要先和大家來一起細數 盤點一下在本次的宣傳片之中 有出現已經確定會登場於 本次作品的寶可夢有哪一些 首先在我們宣傳片的一剛開始 映入眼簾的第一隻寶可夢 也就是我們的皮神皮卡丘 而皮卡丘帶領著我們觀眾 一起經過了第一個轉角以後 第一組被我們先撞見的人馬們 也就是在第六世代相當具有人氣的寶可夢 火岩獅以及小獅獅 左手邊的是雄性的 右手邊是雌性的 很快的在遠方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看到有很多隻 也同時是代表著卡洛斯地區的寶可夢 分別有花貝貝 藥犬鵝 那在他旁邊的呢 有一隻非常大隻的多利米亞 他是貴婦造型的 緊接著皮卡丘繼續往前跑 我們遇到的是卡洛斯地區的 夾門鳥小劍雀 鏡頭往下一點有一隻哈克龍 海底裡面呢 這些橘色星星造型的 是在第一世代的海星星 而在岸上 這位訓練家旁邊的是小智 在卡洛斯地區的主力之一 摔角陰人 鏡頭繼續往下帶 緊接著是暴力龍 以及跟在他底下游泳的好幾隻鯉魚王 那岸上呢 有一隻沙河馬 走在人行道上面的這一隻綠色寶可夢啊 透過他紳士帽來判斷 是紳士造型的多利米亞 畫面繼續拉遠 在橋的樓梯上 左手邊有一隻坐騎山羊 那在橋的上面 是一隻側臉的阿伯怪 當然的 飛在天空上的 也是一眼就可以認出的電飛鼠 另外在鏡頭的最角落啊 還有一隻跟著訓練家 一起奔跑的阿伯說路 最後 橋的上面還有一隻非常小 不太清楚的寶可夢 我原先以為就是怕其力之 但是白色的配色又矮矮的 其實在卡洛斯地區 有非常多的寶可夢選項 都是相當符合這個位置的 接續到下一個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 尖段尖段 還有先之一步 在激烈對戰 而在背景之中的呢 就是黑眼二還有流氓二 左手邊的角落啊 這邊也有一隻 菱形造型的多利米亞 而在他旁邊的 這一隻白色的 有一點點不太明顯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 磁性的超能妙妙 隨著戰鬥的進行 鏡頭轉到了背面啊 右手邊的 就是我們的 百年好集有雙人組 凱羅斯以及赫拉克羅斯 而緊接著從右手邊 衝進鏡頭 飛衝的是烈劍英 接下來畫面上有 伊布 以及在遠方大眼蛇 右手邊也有好幾隻喇叭牙 畫面再繼續跟著 烈劍英往前進 白色大大的 我覺得還蠻有可能會是 流氓熊貓 或者是火爆猴的 而在他隔壁的這隻綠綠的 看起來有可能會是 孟格仙人掌 斗莉姑琴兒小姐 畫面再繼續往前帶 這隻紅色的寶可夢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會是 阿利多斯輕輕體 但在網路上也有很多人去討論 蠻有可能會是花葉蒂的 我自己也不是非常肯定 緊接著飛進螢幕的 透過他的紫色翅膀 還有形狀來得知 沒有意外 就是差制服了 那在最後啊 這對站在對戰的寶可夢 綠色的 以看他的身形來講 我覺得還蠻像班吉拉斯的 那紅色的這隻寶可夢 我就比較認不出來了 本支影片的下一個主題啊 接續上一集影片的假設 既然本次的遊戲 Z.8的冒險舞台 是發生在1800年代的法國 巴黎 而又考慮到 官方將再次引入 超級進化系統的回歸 那麼除了原先大家都老已知道的 X神 Y神 Z神 都必定在本次的作品裡面 能夠有大有戲份啊 我認為啊 其實在卡洛斯 以及風源當中 還有很多其他的神獸 也都非常值得被大家去投入關注 例如與超級進化故事 有非常緊密關聯的 烈空座 固拉多 蓋歐卡 戴歐奇希斯 還有與戰爭故事有相當關聯的 瑪基亞納和波爾凱尼恩 同時 大家可以再次將本次的標題logo 拿出來再看一次 這一次的標題配飾啊 是非常少見 使用了非常難得去使用的 粉紅色去呈現 而很剛剛好的 在我們第六世代的幻獸之中 正恰恰好就有一隻 象徵的粉紅色的寶可夢 瑪基亞納 而且瑪基亞納的存在意義啊 本身就非常適合放在 碳球生與死價值意義的 卡洛斯冒險舞台 因為瑪基亞納本身 明明是一具冰冷的機器 體內卻住著一個人造生命 能夠感受他人的痛處以及苦痛 會拼命對他人做出幫助和照顧 而製造出瑪基亞納的國家 明明原先就是一個 能夠將寶可夢視為武器 去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 來獲得自身和平的殘酷國家 而後來卻是一個能夠造出 如此溫暖會去照顧別人的寶可夢 瑪基亞納 若瑪基亞納會在本次的作品之中 擔任重要的角色 我是覺得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的 另外XY的老玩家們 相信也不用我去多題都能夠去發現吧 在標題之中的ZE字眼啊 再這麼說他都一定會去跟3000年前發動 殘酷戰爭的那一位 讓無數人類與寶可夢上命的暴君AZ 有著密切關係的吧 在此我稍微科普一下 AZ這個人啊 他是在3000年前的卡洛斯地區的國王 原先因戰爭失去了自己的心愛寶可夢 花葉蒂而後發明的最終兵器 以求將自己心愛的寶可夢 復活 但在過程之中啊 意外的讓他與花葉蒂獲得了 長生不老永生不死的能力 最後AZ因為被仇恨蒙蔽的雙眼 將最終兵器改造成能夠造成 無數人類以及寶可夢傷亡的武器 引起戰爭走火入謀 在最後的最後啊 被自己心愛的寶可夢花葉蒂給拋棄 直到3000年後 因為XY主角異星人的幫助 才最終得以與自己心愛的寶可夢花葉蒂重逢 那在當年啊 官方所設計的AZ這個名字 是由象徵著起初的A 還有象徵著結束的Z所組成 而且AZ這整個人的人生故事啊 也都是在不斷地探求生死的意義以及價值 理論上 若本次的作品將帶玩家重回到很久以前的卡洛斯 玩家也必定能夠在本次的故事當中 遇到這位失憶的國王 不過題外話 有趣的部分是 AZ與花葉蒂的結局 在官方的設定當中 是直到3000年後的XY故事才會得到圓滿 再加上若本次的遊戲主人公 若他也是效仿在當年的阿爾宙斯班 是一位歷史穿越者的設定 那麼理論上沒有著與AZ一樣的永恆生命的主人公 是沒有辦法看到AZ線的結局的 同時玩家也是沒有辦法親眼去見證 最終本次故事的主線 再開發蜜亞雷式的計畫被圓滿完成的 除非我們腦洞給他大開一下拆一下 除非本次的作品主人公 或許說不定就是這位得到永恆生命的AZ也說不定 也或許是在遊戲之中 我們可以去得到穿越時工的設定 畢竟在2022年的阿爾宙斯的主角 到底是如何穿越到遠古時期的 其實也是到現在為止尚未減少嘛 而不管玩家最終是以AZ的角度 去見證這3000年之間 人類與寶可夢是如何從工具和主人的關係 逐漸變成互相為朋友與夥伴、家人的關係 還是玩家將以第三者的角度 在一旁陪伴著AZ去慢慢體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我覺得不管是這兩條線 玩家都必定能夠在這期中 去體會到動人的故事跟深刻的冒險 同時這對製作組來講 也都擁有著非常好的發揮空間 緊接著我們要來和大家談談的就是 關於在本次的主線當中 擔任重要角色的關鍵組織 Quaza團隊 首先我們可以先一起來看看 Quaza團隊的logo圖樣 在網路上有些人認為他長得像星星 也有人覺得他長得像3000年前AZ 所發明的最終兵器的樣子 確實的尤其是在這個中央 這尖尖長長的部分 在我的觀點底下 也是與最終兵器有幾分相似的 不過另外一方面 我們或許也能夠透過他的組織名字 來找找線索 首先Quaza這個名字 在維基百科就可以去查到 中文是叫做類星體 是一個極度明亮的火月星系核 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美術圖也都是被畫成中間一個圓 然後再穿刺出一道光束的樣子 第二件也是非常值得被關注提出分享的事 相信大家從一剛開始聽到Quaza這個名字的時候 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去聽出來 沒錯Quaza這個團隊 極有可能就是與同樣居住在宇宙裡面的 而Quaza列空座有關係啊 他們倆除了同時與宇宙有關係以外 擁有著類似的念法和字根 很巧的 列空座在某些訓練家眼裡 也同樣是被視為某種天文現象的存在 而Quaza在現實世界裡也時常被天文學者們 視為一隻巨大猛獸 一切的細節要素都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啊 而且這個話題其實老早在好多好多年前 就已經被寶可夢社群的元老級玩家討論都快要爆掉了 列空座的設計園息或者是設計主題 其中一個就是來自於類星體 是一個非常多人都願意去相信的理論 且這一次大家還記得嗎? 本次的冒險舞台就正是位於在 與Mega進化有著密切關係的卡洛斯地區啊 而最初的超級進貨 在第六世代Delta Episode的故事裡面就是被敘述 是源自於宇宙的神秘七彩隕石 並由列空座受到流星之鳴的傳承者祈願 進而產生用來平息災難而形成的強大力量 同時與XY的故事裡面也有講述 布拉塔諾博士認為超級石的形成啊 就是因為在3000年前最終比起發射的時候 哲爾尼亞斯和伊培爾塔爾的生命能量 散播到整個卡洛斯地區所導致產生的 而我認為在本次作品之中也將可以去期待 官方能夠透過他們再次替我們帶來更進一步 有關於超級進化的起源故事 好 那因為本次的主題內容太多了 如果要一次的影片講完 今天我可能就不用睡覺了 所以說剩下的內容就敬請期待下一集啦 留到下次再講 感謝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若是可以順手幫我們按個讚 分享本次影片 那就太好啦 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